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昨天相信很多人要不就是已经投票了 要么就是昨天就是已经寄出投票 或者说到投票站去进行投票 昨天整个的这个投票的过程呢 从目前的报道来看是比较顺畅的 当然有一些地方出现了一点点 这个机械方面的小故障 但是总体来说是比较就是顺畅的 在加州说是平均的排队时间只有15分钟 投票的这个花的时间呢大概是7分钟左右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 原来媒体的宣传是说 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的情况啊等等 但是基本上没有出现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事情 但到目前为止 现在还没有决出来到底总统是谁 谁现在的两位总统候选人呢 都还没有拿到足够的选举人票 就是270票 那么又是根据我们就是在选前的这个分析是差不多 就是还是由三四个这个摇摆州啊来决定了 现在基本上就是威斯康星 Pennsylvania 宾州 还有就是密西根州 这三个州大概就要决定最后总统到底是落到谁家了 对但是根据昨天的情况呢 至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民调还是比较有差距的和实际发生的情况 所谓媒体预期的拜登大胜没有发生 所谓大胜这种啊 你之前的这种预测啊 这个在现在的网上有一个词汇叫做自嗨啊 你这个自己看着挺爽但是它现实不是这么回事啊 可是很遗憾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些行为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自己安慰自己再说的重一点 有的时候是自己骗自己 反正说了以后自己挺开心 完了但实际呢未必如此 这是一个结论吧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再一次看出来 就是这一次呢还是最后要由摇摆州决定 对不对刚才说的那三四个之前是六七个 可是呢这一次确实看出来之前的分析有一个是对的 那就是邮寄选票比较倾向于民主党人 这个现在看出来也是比较对的 这是一个情况 还有昨天我们讲过1908年的那一件事情 1908年的65.4%的投票率 只有男性女性那一年不能投票 为什么之后百多年以后从来没有被打破 也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明美国的老百姓对他的政府 对他的民主进程 对他的整体的机制是有一定的信心的 他觉得他不投票 不管谁当 差不了太大 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原因 但是你必须得承认 这种心态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这个从小的单位 市一级的州一级的到联邦一级的都是如此 就是对这个国家是有信心的 我不投票 我也有信心 不管谁当 我都有信心 是这样的 所以 借着这个话也告诉大家 再过两天 一两天 什么时候 总会知道吧 对不对 不管谁当选为美国总统 我们都平静对待 就是这么简单 最不平静的是赌盘的那些人 对不对 这些人下了大赌注的这些人 那是他们的问题 他输了钱 他的情况 但是对于我们普通民众来说 必须得尊重最后的选举结果 不管你多么的不喜欢某一个候选人 同时呢 也是在之后的大选之后 还是我觉得要建立这样的一种想法 就是你必须得承认 在这个世界上 以及在我们身边 离我们很近的人 他就是想法跟你不一样 对不对 他不是坏人 他想法跟你不一样 你要接受 正如他认为 你的想法跟他不一样 所以这一次的选举呢 除了总统之外 大家都知道 有参众两院的议员 有一些州的州长 还有各个州的那些数不清的提案 对不对 所以这个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把已知的一些情况告诉给大家 那么其他的那些 我们反正肯定会陆续向大家报道 对 在选举投票之前的一个月吧 这个民调也好 这个民主党的筹款也好呢 都有就是倾向于民主党的这个迹象 就是民主党的筹款一下子比共和党多出来了 所以再加上民调 基本上也都倾向于这个 九百等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民主党的目标啊 就开始逐渐的放大了 原来认为说 保住国会众议院当中的多数席位 然后争取一个总统 同时又瞄准了参议院 这个当时就认为说 参议院如果要是能拿下三席的话 那我们就获胜了 原因就是 现在不是参议院是53对45吗 当然有两个是独立派 但是这两个独立派投票 基本上是靠着民主党的 所以就等于是53对47 如果要是拿下三席的话呢 那这样就是50对50 但是如果要是 这个民主党获得的总统 那么副总统不是就可以 打破这个50对50的这个投票 如果要是打平的话 他就可以有关键的这一票 这一票嘛 所以那时候 这个民主党当时非常兴奋 但是昨天随着选情逐渐的深入呢 发现不行 这个参议院看来是抓不回来 因为虽然比如说科罗拉多 民主党把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给等于是击败了 但是阿拉巴马突然失去了一席 然后又从这个我们旁边的亚利桑那州得到一席 但是其他的州 其他的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这次的选举啊 尤其是参议院的选举呢 对民主党来说是特别有利 因为民主党需要就是有争夺的只有两个州 两个席次 而共和党遇到这个比较大挑战的一共14个呢 14个州都会遇到民主党的挑战 但是原先认为说是有很大的几率 可能会比如说比分会比较特别接近什么 要很长时间才能学出来 但是至少在什么好些州吧 就是Lindsey Graham那个州 南卡州什么的都没有发生 在肯塔基州的这个Mitch McConnell什么的 都就是顺利的当选 而且高票的当选 说明几个问题 就是说在那些州里边 这些参议员他们的这个票源啊 第一是比较固定 第二呢就是说民众啊 在这个抗疫期间 就是这个比如说病毒啊 抗疫啊 还有经济不好期间呢 基本上都选择 还是维持现状吧 不要改变 因为他们怕改变了以后 可能会造成更不好的 这个这种表现 执政的这个表现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反正在参议院方面 民主党想翻盘的机会 现在已经没有了 今天早上我看的是47对47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更新的数字 现在还没有 但是在其他的几个参议院的竞选当中呢 反正是有一两个是有就是非常接近的 其他的呢是共和党的在领先 那么基本上呢 还是回到刚才的那个主题 也就是说这个反映了一个是在疫情之下民众的心态 同时我觉得你还得要承认美国政治的另外一个现实 就是民众他不希望咱们说的所谓一党专政 就是美国的政治 他有一种强烈的自我调节的机制 你看有的是什么 共和党的州 却是一个民主党的州长 或者是 就是当然出现过 就参众两院和总统都是一个党的 但是昙花一现 很快就他就改变这个情况 所以这就回到那个 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一厢情愿的想法 就是因为我喜欢一个什么党 我就希望什么 他不会是这样的发生 只不过呢这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邻居的亚利桑那州 这个在1996年以后 就再也没有任何的民主党人 总统候选人 我是说在这儿获胜 但是昨天的时候呢 拜登把这个州给拿下来了 所以这个算是他 一个很大的 就我们叫翻盘吧 这是个很大的一个 算是一个程序吧 那反过来呢 川普成功的拿下了佛罗里达 而且这里关键的是 拜登在佛罗里达的 西语艺人的支持率 是小于喜来利 是说明拜登 川普总统成功的 把一个讯息 传给了那里的 古巴的移民和西语的移民 就是这是社会主义 这个拜登 而那些人是非常惧怕和痛恨社会主义 因为他从古巴来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是他 他早早的拜登 川普就把佛罗里达这29张 选举人票拿下来 那么稍等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看 一些大家可能心目中还有的疑问 以及回到加州的一些法案 和说具体说一些提案 现在变成了哪些变成了法案 哪些就等于被选民给拨回了 欢迎去收听有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昨天进行大选 这个到目前为止 总统到底是谁当选还不清楚 还没有完全统计出来 这个票数还有的州还比较接近 所以没统计出来 这个也是人们所预料当中的 原来其实在选前 大家都知道当天晚上大概不会出结果 除非有大变积的 比如说非常悬殊的这个比例 这才会很快出结果 如果接近的话 可能就不会这么快的出结果 但是昨天 但是今天凌晨吧应该算是 今天凌晨的时候 川普在白宫首先 他也没有正式宣布 但是他说 我们已经赢了这次大选了 至少我认为已经赢了 但是后来又有点改口 后来跟他的幕僚团队 和各个选战的选务人员 通过话之后 他稍微有点改口 他说反正击败 Joe Biden是很容易的 如果失败的话不容易 至少我这不容易 然后Joe Biden那边 马上也发表了一个声明 也是讲话了 就是说什么叫 他已经宣布胜利了 票还没数完呢 这次选战要数到最后一张票 最后一张票没数完 都不能算选战结束 这个是民主党的说法 他这个讲法是有这么一个 道理在里头 就是昨天中午的时候 联邦一个法官下了一个命令 给美国的邮政总局 说是有30万张邮寄选票 通过美国邮局记的选票 他打就是恨不得是扫码的时候 是收到了 但是没有扫出去 这个码没扫出去 那么这里头就涉及到 刚才我们所说的三个摇摆州了 11,000票是在宾州 6,000票是在密西根州 还有16,000票是在佛罗里达 那16,000票佛罗里达 咱们就假设它 因为佛罗里达已经宣布 这个都归川普了 所以这16,000张有没有问题不大 可是问题对这个宾州和密西根州 一个是11,000张 一个是6,000张票 这个关系重大 没错 到了某些时候 就一张票就是一张票了 很关键 那没有办法 这个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 那可能大家会自然的产生一个问题 说要是270张选举人票拿到就获胜 但是有没有可能 他们两个人每个人都拿到269呢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这个情况不排除啊 告诉大家就是在美国历史上 269对269从来没有发生过 但是美国历史上发生过 两个人拿的选举人团的票一样 1800年的Jefferson 就是杰弗逊总统和Aaron Burr 他们两个就是73比73啊 当时就 所以这个很快的给大家解释一下 如果发生这个情况怎么办啊 就是众议院决定总统 参议院决定副总统 是怎么决定呢 众议院他可不是一人一票了 也因为一人一票的话 那么现在的民主党多 不过先告诉大家 众议院决定谁当总统 不是现在的众议院 是新的众议院 也就是选举完了的那一个众议院 他们来决定 所以你说现在 比如说众议院民主党多 那不算 要看投票 因为那个可以计出来 对不对 那个可以计算出来 所以要看投票完了的 这些 这个新的众议院来决定 怎么投呢 是这么投的 每一个州都有代表团 因为比如说加州 53位还是54个 联邦众议院 对不对 对 不是都是民主党的呀 对不对 他是可能民主党多一点 但是我们举个极端的例子 某一个州 对不对 20个联邦的众议院 8个民主党 12个共和党 这么投 就他先把一个州 当成一个国家 你们自己州 自己先投 好 那么比如加州 投出一个人来当总统 什么 华俄民主党 投出一个人当 然后在整个的参议院 这么忘记 对 那么就像今天的 这个众议院的构成呢 这样的团队 是民主党26 是多一个 就在50个州里面 如果是按照这个 自己的代表团 这么来投的话 是这样 但是新的 不知道是怎么样 这是第一 就是总统如果打平的话 将用这种方式决定 就每一个州 自己投自己的 然后拿出来 但是最后 比如说加州 你只能投一个人 所以拿出来 到全美国还是50个 对不对 再看这个 谁拿26谁赢 那么今天的众议院 是共和党占26 但是这个不算 要改新的 参议院很简单 51票 就谁拿51票 哪个人拿51票 哪个人当副总统 那么就有可能 出现很怪的 就是总统和副总统 不是一个政党 这个也有可能 所以咱们就看吧 反正这年约 到了2020年 还有什么让我们惊奇 对不对 那我们就看吧 先把这个小的情况 介绍给大家 对 这个真的有意思 还有一个情况 是2016年的时候 才刚刚出现的 这个美国有 咱们一直在说 美国的选举制度 都是胜者全拿 一个州 我只要是拿了 多数票 那我这个州的 所有的票 都是归我了 但是美国有两个州 它不是这样的 一个是内布拉斯加 一个是缅因州 这两个州 非常的有意思 缅因州至少是在 2016年的时候 他们决定 把这个票拆分开来了 缅因州当然是一个 非常小的州 一共就四张选举人票 只有两个选区 那好了 就是一个选区 一张选举人票 这是两票 然后谁夺得 缅因州的多数票 这个州 我拿的票最多 那么剩下那两票 归那个州 那个多的那个人 内布拉斯加 是只有六张票 内布拉斯加 好像是五张票 它有三个选区 每个选区是一张票 但是在这个 内布拉斯加州 获得多数票的那个人 还可以获得两张奖励票 所以今年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内布拉斯加州 让这个 拜登拿下一票来 他第二国会选区 他赢了 但是剩下的那四张选票 是给了川普了 那么在缅因州 也是三比一 就是拜登拿到了三票 川普拿到一票 这个跟2016年一样 2016年喜来利也是拿到三票 川普拿到一票 但是在内布拉斯加州 这个在2016年的时候 是五票全部是给的川普 那现在呢 这个拜登呢 硬生生从里头呢 抠出一票来 对 反正就是利用每一次的选举 不管是大打消耀的选举 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美国政治 美国社会 以及美国人民的 一个良好的机会 那要想继续的了解这个国家 我们还要把焦点呢 放在加利福尼亚 这个全美国人口最多的这个地方 因为12个提案 那各个都有很复杂的 之前我们讲的 我们头昏脑胀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因为他没有什么选举人票的问题 在今天早晨呢 有相当多 一二三四五七八个吧 八九个都已经出来了 所以稍等一下呢 我们给大家来汇报一下这个情况 大家听一听也蛮有趣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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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